歡迎回來 一起來看到前臺北市長 柯文哲和副市長黃珊珊 是首度的挑戰卸任以後 騎自行車一日北高 他們從昨天清晨六點 從臺北的關渡宮來出發 在今天凌晨三點十八分左右 是抵達了高雄的終點站 雖然是比預定的時間晚了 大約三個小時 但是當柯文哲忍著早痛 抵達現場的時候 還是受到支持者的熱烈懷惑 因為在嘉義迷路了 一個多少小時的關係 讓柯文哲的一日北高 型城市連帶影響了 後面兩站的時間 但是終點站 還是集結了大批的柯粉 一起在低溫中 耐心等待柯文哲的到來 而當柯文哲一現身 柯粉們馬上熱情的大喊 勇往直前堅持到底 要為柯文哲加油打氣 隨後黃珊珊也抵達了 兩個人一起上台貨班證書 而柯P也說 這個天氣實在是好冷喔 黃珊珊則是回說腰很痛 回去還要多練體力 另外也透露了 之後要開始準備跑半碼 然後再錄黃珊瑪